变形金刚反派角色实力排队 第25名 黄暴 他是全变形金刚最烧钱的大力神组舰之一 平均每个特效就要烧坏好几台电脑 作为第一代量产型挖地虎成员 黄暴的定位是杀人机器与工程兵 在变二中他挟持了山姆的父母 以此来威胁他交出领袖魔团 就在山姆即将妥协之时 赛博坦55开突然神兵天降 一通装逼过后 黄暴也正式下险 而他的合体版就老惨 给美军一发轨道炮就直接哄嘴 简直有辱大力神之母 第24名 袭击 威震天的跟班小弟 同时也是霸天虎战车队指挥官 他能变身为擎天驻同款作家绿色的西部之星四九零零 初次登场于电影《变形金刚舞》 与狂战士莫霍克等霸天虎一同被人类关押 威震天为了招兵买马 因此挟持了两名中情局探员与人类谈谈 本来是想释放狂战士 可由于其罪孽深重 最后不得已才换成了袭击 可这却成功地将他放送 在追击逃亡的汽车人途中 霸天虎们不慎重情 袭击也被飘移和十字线夹击 可怜的他还没喊出那句格言 头脑是最强的武器 就被飘移一刀斩首 第23名 骇克 脑子有点瓦特的霸天虎成员 别人都是抢梁抢女人 他却跑去抢英豪 最可怕的是骇克居然蜂蜂未娶 却还是被人类关进监狱 骇克是变三里撬棍的量产型士兵 他的武器是曲轴箱内把赛博塔吞 在遭到汽车人伏击后 霸王龙刚锁一个照面 就将路障抽飞 而骇克还想偷袭 却被其一口咬碎